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一扫在赤壁战败的阴霾 现在走路都有风啊 自古以来世道就是大欺小强欺弱 曹操也知道南方的刘备跟孙权比较难啃 所以先暂时将目标锁定在西边的汉中 汉中是一个信奉赞叹西赋的国度 统治者为张鲁 他是五斗米道张天师的第三代传人 自称师君 张鲁会根据信徒的贡献度来划分阶级 像贡献劳斯莱斯的就是最高阶的智头大祭酒 贡献子宫锦双修也能封为祭酒 而每个月只缴一两千会费的就只能当鬼族啊 张鲁得知曹操想来攻打 同样秉持着大欺小强欺弱的原则 他不想跟曹操正面硬干 选择比较弱比较好欺负的邻居刘张 而且他老母还被刘张老爸白嫖过 这辛仇家旧恨刚好一起清算啊 刘张生性怯弱 听到这消息吓到闪尿啊 别嫁张松赶紧对他出了一个馊主意 说自己可以去说服天下无敌的曹操 要曹老大出兵帮他们对付张卢 演义里形容张松尖嘴猴腮 爆牙又无短身材 是法院认证的第一丑男子 他自愿去当使者见曹操也是别有目的的 由于曹张也是个外来政权 他所属的东州派入川时 曾屠杀四川本地豪强 与本土的益州派一直有很大的矛盾 刘备入属后又带了荆州派来搅局 使益州这地方的派系斗争 一点也不输台湾政治啊 而张松所属的正好是一直被打压的益州派 所以对软弱无能的刘张早就杜烂很久了 他暗地找人画了一幅西川41州的地图 此番去见曹操就是想对他投诚啊 不过他去见曹操的时机点不对 曹操当时正在欣赏美女跳舞 突然看到一个长得像鬼一样的家伙来访 心中就已经有点不爽了 没想到张松不会看脸色又白目 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 把曹操写的梦德新书批评的一文不值 心想曹操应该会像电视演的一样 觉得张松是个人才跪下来求他留下 怎知曹操气得把自己的书给烧了啊 隔天参观曹眷的阅兵大典 张松决定激怒曹操来凸显自己 看到了吧 我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啊 哪也丞相用兵如神 闻名天下 乌羊宫旅布 晚城战章秀 赤壁剑周瑜 华容道会关羽 这些战役啊 都令在下十分佩服啊 看 给我拖下去 阿鲁巴到死 你不觉得我是人才吗 最后多亏下属求情 张松才免于一死 被曹操用家酒木棒轰出门外 正所谓长得丑活得久 长得帅老得快 张松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想去献土投城 土都还没拿出来 就被打得跟狗一样啊 他垂头丧气 一路来到荆州地界 心中正想着 回去要怎么跟刘章唬烂 忽然遇见赵云过来迎接他 赵云一路上好声招待张松 护送他来到荆州 发现刘备早已在城门外列队欢迎 刘备自从得到凤厨旁统的辅佐 这下可说是新连星体连体 神龙配凤凰天下无敌王 不过要夺取西川 还差最后一块拼图 而这块拼图正是张松 刘备刘张松在荆州招待数日 两人相谈甚欢 早听闻皇叔为人诚恳 礼贤下士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不嫌弃我丑啊 这没什么 每天看庞统这张丑脸啊 我都习惯了 靠腰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我也很感动了 听说这荆州是皇叔借来的 没错 这荆州是向孙权借的 他每个月都会派鲁树来暴力讨债 我主公也很无奈啊 张松见刘备是个仁义君子 干脆把要出卖刘张的对象 从曹操改成刘备 直接劝刘备来娶西川 临走前还将绘制的西川地图双手奉上 要刘备等候他的好消息 回到一周后 张松先去见了他两个好友 法正与孟达 传达准备迎接刘备入川的事 两人也是仰慕刘备已久 都表明心意要配合 次日张松才去见刘张 对他唬烂说曹操跟张鲁一样 都对西川觊觎很久 所以改请荆州的刘备来相助 主公 刘备是三国最代赛的男人 被他接触过的像是公孙战 陶谦 吕布 袁绍 刘备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啊 放心啦 刘备跟主公都是同中兄弟也刻不到的 谁说的 你看刘备死得多惨啊 好了别再吵了 我决定请刘备入川了 收到张松书信后 刘备还有点犹豫不决 两个军师都劝他要进场要快 机会不等人 于是刘备这次打算给新人表现机会 带领奉军团的庞统皇中魏妍出征 让龙军团的主帅诸葛亮留守荆州 关于坐镇襄阳 赵云镇守江陵 江边四郡由张飞把关 刘备的五万荆州兵一进入蜀地 法政与孟达就来报到 耳边瞬间响起了同伴加入的音乐 不久军队浩浩荡荡进入浮城 刘夹为了表示感谢 也亲自到浮城设宴款待刘备 殊不知庞统早已安排魏妍要刺杀刘夹 刘夹大人难得您亲自立领 我们没准备拉拉队跳舞助兴 在下院牺牲色相表演一段舞剑 虽说是舞剑 但魏妍的每一剑都在刘张脑袋旁晃来晃去 张任察觉不对劲 立刻拔剑上前与魏妍共舞 看如果你敢捅我主攻 我就捅你主攻 看谁的主攻死得比较快 其他鼠将剑撞也纷纷加入舞剑行列 把现场搞得像舞厅一样 由于这版本的魏妍不会搅刀 差点被对方人海战术给捂死 最后刘备看不下去 大声呵斥众人放下武器 才缓解了这尴尬的局面 此时刘张突然接获紧急战报 张鲁已经出兵朝加盟关进攻 而刘备竟然就真的率兵前往加盟关御敌 说好是来演戏曲西川的 真变成帮别人打仗 庞统心中应该是千万只草泥马飞过 耳根子软的刘张 耐不过鼠将们一直在旁边碎念 也听从他们建议 派出高佩杨怀这高杨二将固守扶水关 等于是切断刘备的后路 这下刘备又把简单模式完成地狱模式了 刘备入川的消息 在通讯最发达的三国时代 很快就传入孙权耳中 他当然不想放过这机会 打算出兵夺回荆州 但吴国泰却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啊 你不顾及你妹妹的幸福 也要顾及我的幸福啊 要是你妹离婚了 我还可以嫁给刘备啊 母亲大人 你的戈备为什么老是向外弯啊 还敢顶嘴 你的死鬼老爸房事都只有三分钟 好不容易才有了你妹 你不同爱就算了 还把他当政治年龄的工具啊 我就是气死老娘了 吴国泰连藤条都准备好了 要不是一旁有下属在 还要给孙权留面子 他早就一顿竹笋草肉丝伺候啊 看见孙权面有男色 张昭献祭 趁刘备不在 派人去荆州将郡主接回 顺便把阿斗一起带过来当人质 到时不怕刘备不归还荆州 阿斗来 这三个字是天地人 干阴娘 你看啊 你这小孩怎么这么笨啊 孙夫人在教阿斗认字的时候 周善突然来访 他告诉夫人 国泰病危已住进ICU 要夫人赶紧回东吴 晚了就来不及了 最好是连阿斗一起带上 国泰一直想见见这无缘的外孙 孝顺的孙夫人一听也没多想 抱着阿斗就跟周善走了 上船的时候 正巧被巡视江边的赵云看见 他举枪拨开弓箭手的箭 一个箭步跳到船上 夫人探亲为何带着小主人啊 他太笨了 我要带他去上东吴名校啊 夫人 我早看出小主人没有读书天分 还是跟我学武比较有前途啊 放肆 我东吴有很多 喇吉喇得很棒的补教名师 阿斗跟我回去或许还有救啊 赵云不想多费唇舌 一把将阿斗抢了过来 可这时船已入江 赵云完全没有退路 加上不想伤了孙流两家和气 出手有所保留 不过每当要救阿斗的关键时刻 那个男人总是会及时伸出援手 张飞架的小船来接应 才不管什么孙流两家和气 一枪就干掉周善 叔叔为何如此无礼啊 俺大哥贵为皇叔 不成愧对嫂嫂 今日一别 若嫂嫂怠念俺哥哥的情义 请早早回来 与毕 张召二将便带着阿斗离去 等孙上香回到东吴 才知道母亲根本没生病 但后悔也为时已晚 话说这孙夫人对刘备 还真的是至死不渝啊 后来得知刘备亡顾白帝城 他也跟着头疆殉情啊 妹妹回到江东后 孙权已没了顾忌 正想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曲荆州之事 却收到了两个坏消息 第一是江东二张之义的张宏病逝 此前还劝见孙权将首都迁到剑叶 说这里有帝王之器可成万事之业 第二是曹操起兵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 于是吕蒙建议在如虚口筑一座土城来御敌 话说曹操平定北方后 觉得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诚达到他的成就 怎么能跟一些北七官员平起平坐 于是决定封自己为卫公加酒席 结果尼玛的自曹操出道以来 帮他干了不少满足自己野心私欲知识的巡遇 年纪大了老年痴呆 发现自己好像是汉城 坚决反对曹操受封卫公 搞到曹操心买送 直接发了一个空的便当给他 要他回去吃自己啊 中年失业的巡遇 最后想不开就服毒自尽了 曹操南征大军来到如虚口 登高一望 看见吴军大小战船一字排开 队伍分明齐帆无数 感叹地说道 生死当如孙众谋啊 我的混账儿子曹丕啊 当初就该给他射在墙上了 然而战事一开始 曹操便发现江洞的孙权并不好对付 孙权依张如虚口的天衔 布现了水陆大军 双方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 孙权更是亲自督战 眼看战事陷入僵局 曹操心中就越发不安 甚至晚上做梦 还梦到象征三强鼎立的三日同天 其中一轮太阳还向着曹操而来 坠落江边 曹操醒来后 朝着梦境中落日之地而去 结果竟遇到了孙权 来了个王者面对面 曹操骂孙权是反贼 孙权指责曹操说他侠天子令诸侯 双方喷完干话又打了起来 战事持续数月 此时正逢正月春雨绵绵 军事又多被困在泥水之中 曹操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其实已经萌生退意 恰巧孙权这时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派人送去一封求和信 表示双方伤亡惨重 再站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信封背后还PS注明 只要你活着我就没有安宁 曹操觉得孙权这家伙还算事项 于是决定暂时退兵 不再继续进攻江东 说完曹操再来看刘备 话说刘备来到加盟关后 是进退两难 张鲁没有出兵冒犯的动作 不负责任风动漫更新的又慢 无聊的刘备只能每天收看 Jush的三国嗨报 得知这段时间 老婆落跑回娘家 大舅子孙权又跟曹操 在如虚口打了一架 庞同此时头上突然闪现了一个灯泡 要刘备假借回荆州防守之明 跟刘彰借兵借粮 看他的诚意如何 毕竟这段时间 也帮他守护边疆几个月了 A点东西也不为过 没想到刘彰听从部下建议 送来的都是一些老弱残兵 或是快退伍 连张飞都叫不动的老兵 军粮也都是前几天吃剩的喷 刘备瞬间有种 我本将心托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的感觉 庞同也劝他看开点 这就是人性了 随即给刘备出了上中下三册 上册是一口气嗦哈 从加盟关只取成都 中册是稳扎稳打 先取扶城再取成都 下册是投降输一半 直接落跑回荆州 其实这三册基本上也只有一册 再笨的人都会选中册 怎知张松那边竟然出事了 他私通刘备的事 被他老哥张树举报 刘章怒将张松斩首 正面与刘备撕破连 刘备则趁机打了一波时间差的攻势 趁扶水官首将还在跟他演戏的时候 设了个鸿门宴 将高杨二将诈骗过来当迪亚处理掉 直接兵不写任就占领了扶水官 还并吞了他们的白水军实力大增 让攻取西川又多了些本钱 取了扶水官之后 下一步就是进攻洛城 这洛城可不是什么小地方 他是西川的咽喉要道 守住了洛城西川便有了保障 负责防守洛城的 是鼠将中能力最强的招任 他命灵包邓贤先往洛城60里外闸债 以防止刘备军偷袭 刘备这边 庞统命黄中魏妍各自带兵去夺一债 魏妍本来分配到的是打邓贤的债 但他为了抢攻 却是先去打黄中负责的灵包 想一个人夺下两债 没想到灵包早有防备 在半路拦截魏妍 跟魏妍打了30回合不分胜负 邓贤听到喊杀声从背后过来夹击 玩过吞食天地的都知道 魏妍起码无法使用绞刀又容易被打 幸好黄中及时赶到一剑干掉的邓贤救了魏妍 灵包健壮只得气得左债来投右债 殊不知右债早已被刘备拿下 灵包两头落空只能走小径返回洛城 途中遭遇急于将功折罪的魏妍 就这样隐恨西北了 连战告解的刘备继续禁逼洛城 通往洛城的路刚好有两条 庞统怕自己长得太帅 害属地居民讨不到老婆 便自愿领一支军队走小路 出发前他的国产马突然熄火缩缸 害庞统跌了个四脚朝天 奇怪啊 我平时都有在保养啊 怎么会这样啊 军师 你还是骑我这台500cc的地鲁吧 不过我这马是事故嘛 有个都市传说 只要丑的人骑上去就一定会出事啊 我长这么帅那应该没问题啊 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啊 报告绝诗 这里叫洛凤坡 在这边闲逛会遇到一群血操后的士兵 打赢他们啊 可以得到几百万的经验值了 看啊 动画没有这种设定 给你算了 那个骑白马的死肥猪就是牛背 回事啦 就这样 号称与诸葛亮齐名的军师奉处 结束了他短暂的三国人生 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之干话三国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每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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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